欢迎收听渔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质天下》,请听第312集。 韩刚虽然只是让人将自己居住的院落打扫干净,安置一些必要的食物,但有心在韩刚面前表现一番的扑弊或是虚利,又有哪个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? 当然是手忙脚乱的将韩刚吩咐下来的事情尽量做得最好。 要不是韩刚本人的性格这段时间已经让所有人都看在了眼里,自掏腰包买了贵重摆设来买好韩刚的,人数也绝不会少。 今天韩刚本人也没有像往常一样远赴乡中视察汉井,而是就去了城外不远处的流民营。 这座在预定的设计中能容纳几万人的营地,如今只有一点雏形。 进入其中的流民也不过两百多户而已,不过该做的准备,韩刚一点都不会漏掉。 从食物到饮水,从居住到行动,吃喝拉撒的一应事物,韩刚都是全盘在心上,有一点问题传到耳中,便及时将之处理。 这些天,流民营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井。 人多的地方,病疫自然也会多。 流民营一旦聚集了上万人之后,一不小心就是一场大瘟疫。 尤其是到了春天之后,死上一半都不是不可能。 这卫生情况乃是重中之重,韩刚就是靠了医疗制度而出头,当然不可能不放在心上。 而在这其中,清洁的水源是保证病疫不至于大爆发的关键所在。 这个时代,最为清洁的水源,则只会是井水。 今年秋冬大旱成灾,在十月份的时候,因为田中的出苗率只有六成不到。 在韩刚还没有完全接受县中事务的时候,白马县民就已经自发的开始疯狂的四处打井,要用地下水来灌溉土地。 不要多,只要能出苗就行。 从十月到十一月,只一个月的时间,白马县中新开出来的水井就多达两百口,其中大量出水的就只有十分之一。 靠了这么二十多口井,加上原有的一些,也的确交了一部分地出来,只是对于县中整体的苗情,乃是悲水车心。 如今在刘民营这边打井的人力,韩刚用的自然就是刘民,从官库中掏出钱粮来雇佣他们掏井。 精壮的汉子下井中掏泥,而妇孺老人则是打打下手,而负责在刘民营附近寻找水脉,确定早井地点的,则是请了一个在前面县中百姓四处开井时的出水最多的井师。 如今虽然天寒地冻,可也就在地上三尺被冻得发硬,一搞下去就只是一个小坑的情况,到了深处就不见了。 过了冻土再往下,要容易许多,随着越挖越深,土地渐渐温润变软,从泥地里渗出来的水也是越来越多。 那些流民中的精壮都是拖的,只剩一条独鼻库下井去挖,通过撸撸将混了地下水的泥土一桶一桶地挖上来。 堪用的劳力有两百多,开井的进度也比正常要快,不过六七天的时间,同时开的二十岩井中就有八岩出了水。 也就在昨天,韩刚收到妻妾儿女即将抵达白马县的消息之前,流民营的井出水的消息也送到了韩刚这里。 今天早间处理完公事,韩刚便带着人来到流民营中。 被指定为流民营甲区保证的,是带着一家老小三十余口南下的老汉,连同着一个村子逃难的都在一起, 人口多,势力大,加之这一片都是乡里乡亲,互乡之间绝大部分都能攀上亲的。 这个姓张的老头子年纪最长,也能镇得住他的晚辈。 见到韩刚一行抵达大营门口,张宝正便带人迎了上来,紧跟在他身后的是点了绝景位置,立了大功的警师。 在韩刚面前,张老汉让下面小子捧了几个瓷碗,韩刚看着乘在碗中危险浑浊的井水,点了点头,至少是能用了。 不过最好还是要白凡呢,他低声叹了一口气,京中七十二家正殿之首的凡楼,最早其实是叫做明凡的凡的凡楼,就跟同为七十二家正殿的马行楼一样,本是行会的会所,后来才改为对外开放。 凡楼之所以会变成凡楼,是因为朝廷将明凡业归于官府专卖。 明凡业行会最终解散的缘故,就是被朝廷收编。 就跟食言一样,此时百姓在日常生活中,对于明凡的使用乃是普遍的情况,世间的大户人家都会用明凡来澄清日常用水,无论井水河水,而普通的寒门宿户如果有条件,也会购买一些明凡来使用。 明凡在此时人们看来就是最好的净水之物,也是韩刚眼下能想到的净化之源。 泥浆水就算煮开了,也没有人愿意饮用,如果能加上一点明凡澄清,就会更好。 不过这就未免太过奢侈了一点。 贫寒人家都没有用白凡净水的,哪有从官库中拿着白凡出来给流民用的道理? 韩刚要是这么做了,必然会引起一番议论。 不过用在疗养院中,则不会有任何问题。 参观过出水的水井,水量都很充足,有几口费井其实也能渗出点水来,不过水量不多而已。 对于这些流民的工作,韩刚很是满意。 从这个速度来看,两个月内还能开出几十口堪用的水井,不过要用来提供给足够万户流民使用的水源,却有些不太够用。 更确切点说,用水桶取水,对水井的利用率太低,不足以供给更多的使用者。 最好能造出从井中提水的器械,类似于水车的那种,用触力或人力来拖动。 不仅是工人饮用效率太低,同时用来灌溉田地,用井水一桶一桶的提上来,也是太浪费人工。 韩刚早已看到其中弊病,前些日子就给出五十罐悬赏,征集能够大量提升井水的器械。 要知道,在流民中从来都是不缺乏人才的,旱灾水灾也不会因为人的才能而将之放过,管你有才无才,是贫是负,一体都受灾。 还是老子那句让人说烂的话,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走狗,天地无私心,对于万物都是一视同仁。 在艰难困苦的生活逼迫下,人们往往都能迸发出日常所见不到的才华。 这等危急关头的爆发力,所创造出来的结晶,正是韩刚所期盼看到的成果。 更别说高价悬赏,白马县的百姓中也是有人为此而心动。 如今这个时代,有用来放水救火的几桶,只看抽的是水还是油,也有利用处理人力的水车,更有通过滑轮从水井中用水桶提水的牛拉井,集思广义的改造一下,不是弄不出来可以用来大面积灌溉的器械的。 但出乎韩刚的意料,当初的悬赏的确让人们蜂拥而来,其中几件的确看着不小的可行性,但是让韩刚心动的不是那些还没有造出来的器械,而是那位在寻找水脉上有长才的警师。 这位警师就以警为姓,排行石榴,以航辈为名,听着口音,乃是熟人。 在韩刚面前,警石榴说道,不需要人力处理来提水,水井只要打得够深,穿透了石层,就能自己涌出来。 此事真的可行吗? 韩刚有所疑问,深达几百米的自流深井当然好,他也不是没有见识过,但这个时代的技术要求,能做到想打深井就能打吗? 黑黑瘦瘦的警师点头回话,回现尊的话,小人过去曾经打过。 打过?韩刚立刻追问着,不知内严警在哪里啊? 警石榴却跪了下来,还请县尊赦小人之罪,小人方敢说。 韩刚不喜这等要挟之举,但眼下的情况让他不介意赦免一个人才,便不介意地问上了一句。 可是杀人行结? 不是。 警石榴连忙道,若是做下此等恶事,小人怎敢说出口? 那就没关系了。 韩刚笑道,只要不是论死重罪,其他的过错本官就帮你担待着。 如果当真能打出自流深井,救了本县百姓的灾伤,本官甚至可以奏请圣上封你为官。 警石榴大喜过望,磕了几个头,抬头说道, 丙县尊,小人乃是鼠人。 韩刚点头,能听得出来,小人出身于腹顺间,韩刚神色一变。 严谨? 警石榴低头说道,县尊名场,小人本是严护祖传的点井之术,后来遭人陷害逃出来的。 原本是佳学渊源呢,韩刚这下对这个黑瘦的四川汉子有了几分信心。 不管你受了什么委屈,只要能立功,本官保你,能依井还乡。 听说挖出自留深井就能得官,井石榴兴奋的满脸帐红。 傅顺间的严谨往往深有百丈,非此不得出炉出气。 不过若只是深水井,那就只要二三十丈就够了。 用着开严谨的方法,日夜不息的话,最多一个月便可见成效。 开严谨的方法? 韩刚听了有些兴趣,问道,跟普通开井有什么区别? 你之前没有用过吗? 井石榴磕了一个头。 献尊名剑,小人所说的开严谨法,乃是傅顺间中独一份,外地从没有人见过。 小人怕随便用出来,会给人认出身份,所以都是用着寻常的掏井法。 是用钻? 韩刚刚开口就自嘲地摇摇头,这个时代哪有钻机啊? 钻? 不是,井石榴也摇头,是用石头砸,还有鸡桶。 井石榴想为韩刚解释一下,傅顺间严谨到底是哪方面的独特, 但他笔划了半天也解释不清楚,反而让人听着糊涂, 最后急得满头是汗,在韩刚面前崩崩地磕头谢罪。 小人嘴笨,这活计也是祖传下来的,自小看着副祖怎么做才学会的,空口白牙,一时说不明白。 韩刚摇摇头,也罢,到时候本官再过来看好了, 不过你要记住,过去你必走自珍,那倒也罢了, 但如今,你想要本官见你为官,这一套钻井法可都是要成于朝廷,传于天下, 日后就不是你家的祖传秘诀了,这一点你可要好好考虑清楚哦。 不要考虑,不要考虑。 韩十六却把韩刚的话,当成责怪自己没有将钻井的手段说出来, 心中更是着急,脸上的汗都收了,脸色一下子都变得发白,变成了一只磕头虫。 小人愿意将开井秘法,原原本本的都献出来。 韩刚弯下腰,亲手将他扶起来,笑着安慰道。 这些先等打出深水井再说,若没有个例证,什么都是空谈。 至于人手嘛,我会安排人听你指派,只要这件事情办得好, 你以后也不用姓井,完全可以恢复旧姓。 井十六惊讶地张开了嘴,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不说, 韩刚就已经知道自己现在所用的姓氏是假的。 挥手示意,仍在愣着的井师离开, 韩刚回头问着深厚的幕僚,觉得怎么样? 芳兴摇头道,总觉得不靠谱啊。 他不是说了吗? 傅顺炎的炎井能深达百丈,深水井只要二三十丈,也不算离谱。 傅顺监应该就是后世的自贡。 韩刚虽然没有去过自贡,但当地的井炎名气甚大, 能流传到千年之后可想而知, 其中的技术也不会太过于落伍。 芳兴皱着眉,可谁能保证一定会出水? 能不能碰上水脉都是要看运气的。 这井十六前面挖的水井也只是比其他人出水要高一点而已, 并不是说十成十的出水啊。 一直挖到石头,还没有什么水的枯井,似乎也有好几口啊。 都这个时候了,什么招数都要用上,撞上一个是一个吧。 韩刚叹着气,说着自己心中的无奈。 何况本来就没有指望过他。 在井十六出头之前, 韩刚本就是准备以打造各种器械来提水, 要不然他张榜悬赏, 将机桶、提水滑轮等一系列现有的器械列出来, 又是为着合适呢? 比如机桶,利用其原理可以开发出后世农村常见的手压式提水机, 再如提水滑轮,可以由此改进成蓄力水车。 韩刚所期盼的一开始就是能在普通水井中通用的机械, 而不是少见的自流井。 但韩刚对井十六的看法, 其实就跟王安石之前要破冰运粮的情况是一样。 如今的汉情看起来还会延续下去, 先不管能不能成功, 看着这些似乎能派上用场的招数, 总得世上一世才甘心呢。 以王方都免不了要连夜奔波, 此等危急存亡之秋, 哪还有鱼侠考虑能不能成功呢? 世上本来就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事, 就是开一眼普通的水井也不一定能见水。 秋来的大旱让许多水井都干了, 换作正常的年份, 哪还会有开十眼井才有一眼井有水啊? 韩刚说道, 即便是第一口不出水也没有关系, 也不一定要见水, 只要知道怎么早井有了足够的人力之后, 可以普遍撒网, 最终还是能撞上几个的, 等流民多了, 还怕没有人力可以用吗? 一口自留井, 如果是在工业发达的后市, 一下就能给抽干掉, 但在如今, 仅仅是用来饮水和灌溉, 情况会好上不少。 深层地下水比表层的要干净, 即便不能自留, 日常饮用也是不错的。 清洁的井水能大大降低疾病的发生率。 瘟疫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名词, 其中有各种疾病, 完全不能归纳到一处,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烈性传染病, 而在这些病疫之中, 与水源饮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利己, 占了很大比例。 至于其他烈性传染病, 也是可以用洁净的饮食和整洁的生活环境来降低发病率。 韩刚起身走在流民营中, 视察着新进搭建起来的窝棚, 芳兴连忙追在它的身后。 整整齐齐排列在营中路边流民营的窝棚, 都是半地下室, 对着路面开的大门, 要下去几个台阶才能进去。 窝棚陷在地下有近一米深, 从地下挖出来的泥土又当作外墙雷起, 为此节省了不少建筑材料。 不过这不是韩刚自己的主意, 乃是此时北方经常能见到的穷人家的住宅。 住在这样的窝棚中, 保暖的情况要比全地上市要好上一些, 可是不能防雨, 只要大一点的雨水就能灌进窝棚中。 但是如今的情况, 要是下了雨, 恐怕这里的流民还是欢喜的为多。 韩刚看过几家窝棚, 甚至进屋里看了一下, 但污浊的空气让他心头多了一些忧虑, 发现他现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饮用水的问题。 石灰窑也得赶紧建起来, 预防极易都得靠着石灰, 还有室内的通风和卫生, 都要向流民加以宣讲。 石灰水是最为简单易行的消毒手段, 依照韩刚定理的制度所建立的任何一个疗养院, 都是将石灰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药物而采办, 甚至在秦州、 隆西两处的疗养院都有自己的石灰窑, 到了白马县没有不用的道理, 何况还能用作简易水泥可用的地方有许多。 方兴点头记下, 而韩刚也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, 用着小小的探笔条在上面草草地写了几个字。 立德、立言、立功, 对于儒者来说那是毕生所求, 韩刚每做一件事情也都会一一记录下来, 然后总结归纳。 不论是疗养院的制度, 还是后来主持的后勤运输, 韩刚都是有规章制度问世, 被赵须赞许之后, 已在军中开始推行。 如现在的流民安置, 韩刚也准备写点东西出来, 救灾救民只是短时间而已, 过去了也就过去了, 不及时加以总结归纳, 日后就没有效仿和改进的目标。 还有蝗虫。 在韩刚的本子上, 前后分成了三个部分, 流民一桩饰, 抗旱也是一桩饰, 另外就是还有蝗虫, 还要养鸡养鸭来对付明年的飞黄。 方兴一听, 忙着摇头, 积鸭之物可不一定有用。 此事我又哪能不知啊? 韩刚叹道, 养鸡养鸭只是辅助而已, 就跟井十六的深水滋留井一样, 不会作为主要手段, 到时候还是要以组织民力灭黄, 花钱来买蝗虫为主。 一斤蝗虫给个十文八文, 没有说不愿意的, 也还可以让小孩子们出来挣点零花钱呢。 哎呀, 正眼想得周全。 方兴轻轻赞了一句, 做事最怕就是不管不顾的一条道走得黑, 事先将方方面面都想到, 并留下改正的余地, 这才是做事的正确方法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, 余杨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312集,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313集。 《载之天下》第313集 感谢观看